打开了吗 就是有一个奇怪的旗的这一页 有一个奇怪的旗的这一页 然后呢 数学 新普的数学要打开73页 就是上面有4题应用问题 28个人玩闯关游戏 26个人没过关这一页 都打开就不要动 你就把它开在那里就好 等一下我上课会讲 然后文德的同学来 文德的也是一样 我们目前每天都会推一页的进度 文德请打开73页 73页 有杨妹妹图案的这一页 找一下 那等一下我在讲新普的时候 文德你们就可以开始去数 然后记得什么动物 然后要画几个圈圈 然后再写有几只 这一页都是用画圈圈的 来国语来 国语在这边 文德的国语今天也是一样 讲重点而已 还没有写题目 74页 我先讲新普 因为文德 还有两位没有进来 两位女生都不见 一分钟后准备上课 那你们可以先把题目看一遍 老师一分钟后上课 我确定一下文德两个女生 你们很棒都记得上课时间 我怕有些人都记不得上课时间 老师每次上课就还要在那边打电话跟他联络 好 那我请Apple老师联络 我们就直接上课 来新普的同学打开 文德先画圈圈 来新普第一题 第四大题是做做看 再将算式写下来 那我们要写算式 所以第一题麻烦请李婷又来念 有28个人开始 好 看麦克风 28个人玩船关游戏 有26个人过关 几个人没过关 所以我们就用28减26 这一题列算式来跟着老师一起列 不会很难 不会很难 我把它放大一点 这样有看到吗 这样好 28减26 那8减6就是2 2减2没有 所以这题可以直接减 这题不用拗手指头 也不用画圈 也不用画10元的硬币 1元的硬币 好 这一题2 好 写好了吗 写好了我要准备进第二题了 写好了你就比一个OK 我就知道你好了 黄玉云好了 李婷又好了 蔡和宇 赖宜山都好了 好 苏生想好了吗 曾俊凯你有没有写 俊凯有吗 写了就点点头 好 第二题给黄玉云来念 云云来念 今年参加开始 好 把共有的共会圈起来 这一题有34个男生12个女生 算是就是写34加12 好 把它列好 算是把它列好 苏生想有没有在写 对 要写哦 有 有 你写好了 你答案多少 46 46 好 吴香姐进来了 好 香姐你进来了 评量先打开来 吴香姐数学评量 几页 几页 对 都有听到 都有听到 香姐你数学评量 先写73页在这边 OK 好 文德的同学 现在在写评量73页 可是我写完了 对好 写完再检查一下 我奶奶给我一个书桌了 好 那你等一下可以把镜头打开 等一下 桌上书太多滑鼠 还掉到地上 还好它是滑鼠 如果是那个老鼠就麻烦了 对不对 老鼠就摔了大跟头 来 第三题 赖宜山来念 第三题来赖宜山 姐姐 我等一下请人回去 姐姐在图书馆 已经借过57本书 今天又借了5本 总共借过几本书 好 注意听 刚刚第二题46没有问题 这一题第三题 我要请人回答怎么算 好 注意听 数学跟国语的契散 因为我之前都写过了 那你检查一下 然后那个数学画圈圈要画好 画圈圈画好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妙妙老师希望你们的圈圈是这样画 欣甫也听好 这样子 有看懂吗 他就是一个圈圈 很多小片画圈圈写成6 或者是这样 这个都不是圈圈 就是要像第一个这个才对 然后无香姐你可以去准备一张白纸 然后跟彩色笔 因为我等一下考听协 我最爱的就是考听协了 对等一下就要考 总共借过几本书 有一个共嘛 所以就是要加起来 请苏盛祥告诉我这一题应该怎么算 那我要请曾俊凯跟我讲答案 苏盛祥只要列算式就好 答案给曾俊凯来讲 燕燕也可以写 燕燕可以把57跟5先写下来 这一题有两个数字 我们来看是要加还是减 翔翔你会回答吗 还是要叫别人回答 不会 好 你写了吗 这一题 现在只有这两个数字 要加还是要减 苏盛祥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评两个在桌上吗 要写 好 你回答我就好 你回答我就好 图书馆已经 姐姐也在图书馆借了57本 今天又去借5本 请问贡借几本 有一个贡是要加还是要减 加 加 很好 賴一山举手了 賴一山你告诉妹妹老师 这一题的算式要加 所以要多少加多少 57加5 非常好谢谢你 曾俊凯 57加5答案多少 你怎么算算给我看 好开始57 然后凹手指头 你开麦克风 你要开麦克风 好 所以你的答案是多少 你可以开麦克风 曾俊凯这样算 我有看到 他把五根手指头比出来 然后57 好 57已经有了 52 好 57 然后58 59 60 61 62 好我们来看看答案是不是62 对答案是62来 还没有列算式还没写答案的可以写 57加5等于62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来第四题 第四题来 蔡和宇给你念第四题 复制开始 复制喜宴会场 复制喜宴会场 用了62个紫色气球 和76个 红色气球 紫色气球 比红色气球 少几个 然后把笔圈起来 笔这个字圈起来 笔这个字呢 就是要两个互相减 对不对 在这一题是要互相减 好 互相减你 你在打扫好 扫好了就回来做好 扫干净 好 两个相减76减62 好现在开始减 我要你们把答案写在镜头前面给我 好来开始写 76减62 要这样写 好没有老师也在写 76减62 好等于多少 开始算 现在请你们开始算 等一下要放在镜头前面给我看 等一下你们要把它放在镜头前面 给妹妹老师看 好 开始咯 文德也可以算这一题 文德也可以拿白纸算这一题 这一题没有很难 我偷偷教你们 注意看 各位可以减各位 他可以减他 然后十位可以减十位 七可以减六 所以直接就算出来了 好已经算好了 摆在镜头前面 老师看 那个黄色也只能来旁边坐坐啊 好李婷佑你答案是多少 我看一下 好十四 好 曾俊凯的呢 俊凯你有写吗 有 有 君凯你写多少 你一直对别的题目给我看 黄云你写多少 好 十四 那一三的最清楚来 小朋友你们看那一三的镜头 那一三这样比就对了 他摆在镜头前面就对了 好来我们对一下答案 老师再讲一次 好可以放下 对 好看老师这里 七减六是一 然后呢 六减二是四 所以答案是十四 OK吗 可以 好 音乐的镜头要固定 音乐的镜头一直动 你有没有一个架子 或者是一个东西 把你的镜头撑着 好不好 来小朋友看一下 答案要这样写 好那下面呢 心浦等一下我要讲文德的数学 你们可以算下面 一瓶牛奶比一瓶矿泉水多几元 你们把下面这几题写完 好 我一下 这样 你们等一下把便利商店这一大题写完 心浦现在开始写 那我要讲文德的数学讲完 再绕回来跟你们对答案 好来文德我要对一下你们的答案 好文德来 好黄真伟你分享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现在还没有时间点开看 就跟功课有关吗 真的好要画整齐哦 大小都一样 吴香姐你的公鸡有几个 公鸡有五个 五个好小狗咧 吴香姐阿婷准备哦 两个小狗 几个圆圈圈 两个 对好蔡婷 蔡婷小鸟有几只 小鸟有三只 三只好来对一下你们的答案 因为你这一页不会很难 这一页的题目 如果你们幼稚园大班再写 应该也都会写 但是因为每一个年级 都会有这种分类跟记录的单元 到大一点的格格姐姐 他们就会画那个折线图啊 长条图 那个以后你们才会学到 那现在呢你们只要会先画记号 画圈圈然后写数量就好 答案是四五二三 对了吗 四五二三对 香姐能不能拿一题对 哪一题错 都对 我只是看这个数字不好看 所以我要重新 对很好非常好 你们平常在安静班都妹妹老师 再帮你们擦掉 那你们自己在家 现在自己训练自己 数字不好看就把它擦掉 要重新写 好来 那第二大题是要用动物的脚 他要分两条腿的四条腿 那什么叫两条腿 两条腿像鸟啊 对不起鸡啊鸟啊这种 这是禽类的 然后呢 瘦类的就是狗啊 四条腿的 所以数一数之后呢 变成有几个 还有在哪里的 凯晨进来了 凯晨进来了 凯晨你忘记上课了是不是 好镜头固定好哦 所以答案是6跟8有没有错 然后第三个分类很好 第三个分类是这边是草原区 这边是草原区 树林就是有树 草原就是有草 两个七 对七 各七只 OK吗 这个分类就很好 合在一起这边七只吃 你看啊你说 哎老师 这个羊 怎么有一只跑到这边 他刚好跑到那边去吃草啊 所以他就被分类分到那边去 好 温德这个还算简单 可以 来 听譜写好了吗 刚才晨请你拿评量73页 好来 心浦的对一下答案 老师我看画面糊的 你的画面是糊的 这样OK吗 你去拿评量来看就好 对 温德 心浦的画面有糊吗 有糊掉吗 没有我没有 好看得清楚 好 我尽量让他不要糊掉 因为今天应该还可以 今天人没有太多 好 我家里也有一点糊 好73页 你们背景都不要那个动哦 都不要再动它哦 73页第一题来放大 这样可以 好 一瓶牛奶比一瓶矿泉水多几元 牛奶在这边87元 矿泉水是9元 所以我们用87-9 等于78 78 有写了吗 对一下 这一题对的举手 直接举手举在镜头前面就好 好放下 好 可以好 第二题 一瓶一瓶矿泉水和一瓶这个是果汁 有橙汁 共要付多少钱 矿泉水9元 加果汁45元 9加45 那你一样45 然后大数念出来 小数比出来 45 然后9 对不对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这样是最快的 54 因为你们的手指头动得还蛮快的 因为你如果这一题你还要再去画钱币的话 你会画很久 好 所以好了 好 对好了 那我要讲另外的了 好嘞 看一下 等我一下 好 蔡婷举手了 怎么了 老师我去上厕所 好 你慢慢来老师分离 好 好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教的 上个礼拜老师说 呃 文德这个画记号的呢 有画圈圈的 也有政治记号的 有没有记得 好 新补你们的那个 评量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第九单元 你们第九单元也是教这个 好 新补的第九单元刚好就是教到这个 好 然后呢 你们看一下哦 也有像这种题目 就是小矮人的运动 有运动打圈 没有运动打差 然后最后统计的时候 都一样用政治记号统计 好然后这边 来你们看到这边 这一大题 有没有 我上次说 投票的时候 如果是在选举投票的时候 上完票之后在投 通常画记的这一个人 统计的这个人 他也是用政治记号 所以你们可以看他怎么统计 他就这样统计 然后 到时候例如说谁几票 然后他就会在这边画 这样画 例如说这个人这样 然后就统计就是5票 这样有听懂吗 那这个也是一样 你看一下 有没有 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说 政治记号会比画圈圈快 因为画圈圈我上次有讲过 就是画圈圈 因为他还要绕一圈 还要连住 那可是政治记号只要一二三 就5画就好了 对 5画就是一个正 而且 跟你们数那个50 15、20很像 那就5 然后6、7、8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单元没有很难 可是你就是要 看清楚 数清楚 做清楚的记录 这样好 来我看一下 等一下 那 现在呢 老师要跟你们讲一下 就是你们 复习一下前面的东西 因为等一下 回来老师讲完评量之后 老师就要把你们考听写 哦 所以呢 新谱的 这是新谱的 新谱今天我会讲 82页 82页没有要写的 所以你们等一下 下课时间就稍微休息完了之后就复习 复习什么呢 来往前看 这是第11课 所以老师会帮你们考第10课 的听写 好 第10课的听写 然后我会从这里出题目 第10课有没有 第10课老师从这里出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77页 看一下77页的这里 OK吗 77页 还有呢 79页 79页 等下我就考哦 没有考很多 因为线上的听写可能没有办法 像在安静班这样一次考的实体 我等一下都一个字一个字考而已 马上考马上对 所以等一下休息时间就请 新谱的同学准备一下第10课 好 来那文德的同学 文德的同学也是第10课看一下 这是第10课 第10课 然后一样哦 请你们看一下这边 文德一样 70页 我到底折起来 我等一下就从这里出题目 然后 你 我等一下跟你讲 12月12月 这里上次有讲 并不是这么讲 你们等一下 一定要再把这两页复习一下的原因 是因为 我在这里考 你在家里 我们打开看 我也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呢 我会看你的速度 你如果还要再去找那个字在哪里 那我就知道说 哦 那你那个字就不熟 所以你现在赶快把它看熟 待会老师一考 你就马上写在纸上 然后就放在镜头前面 好 来咯 那国语的部分 老师稍微帮你们复习一下 好 我先复习文德的 因为我刚刚数学先讲心腹 来我们先复习文德 好 这样子文德看到什么 文德开麦克风 三个都开麦克风 第11课 的课文对不对 好 来我们开始念 第11课的课文 注意听我说 注意听我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的朋友 会不会记得呢 OK 念到这里最好 先停 第一段呢 妙妙老师念 然后第二段给蔡婷念 第三段给 王晨妙妙姐念 好 预备哦 好来第一段 妙妙老师 开麦克风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的朋友 会不会记得呢 然后第二段来 开庭 欣妙妙 欣妙 下课时 下课时 我跟欣妙 你跟欣妙 你知道吗 今天是我的生日 欣妙下了下 对 来换 黄晨妙 其他人关在客风 放学时 我收到一张生日卡片 上面解的欣妙的祝福 很好 来最后一段 无相结 我跟欣妙说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 生日卡片 好开心 谢谢你 欣妙说 这也是我第一次 送卡片给好朋友 我们都快乐的笑了 好 小朋友来看一下 有几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记得 有的人会念记得 那可是课本在写的时候 会写记得 知道 是这个道 不是道家的道 是知道 放学的学要会写 祝福 这两个字 都是四字编 只有一点一点 祝福 好 谢谢 谢谢这两个字也会写 第一次 好 一只有一声 没有第一次 是第一次 好 那 课文的部分 他其实主要要讲的就是说 好朋友 记得他的生日 而且写了卡片 所以他很开心 对不对 而且 他里面有用了很多 像这个是疑问句 然后这个是 惊叹号 感叹句 那标点符号也要注意 人名也要注意 人名是专名号 一些叫专名号 讲话要用冒号 然后上一号 下一号关起 这样子 所以标点符号的地方 还有痘号 痘号最常用的 痘号没有问题 痘号最常用 好 来咯 好 那现在给你们休息一下下 去喝水上厕所 那文德的 新浦的课文上礼拜有念过了 那今天把文德的词一课念完 等一下回来 老师会把评量讲完 就开始考听写 先去喝水上厕所 计时技巧再回来 你要喝水 你要喝水喔 不是 可是可以喝水 喝水 下课休息是不是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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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浦也一样 心浦等一下注意一下 睡觉这两个字是一定会考的 睡觉这两个字一定会考的 所以你刚刚下课有准备的同学 等下再看清楚一下 然后上次我讲几个的几个的几个的几 再讲一遍哦考听起来没有办法像平常那个在安静班一次考实题 然后因为等一下你们写一个我就在镜头前面对一个所以请你们要认真写好来 现在呢先上我们今天的进度 鼓掌的记 是这个学富5G 学富5G 就是说呢形容一个人书读的很多 学问很渊博 古代 东西都是用一台一台车来载 那这个车在古代就念G 所以学富5G就是形容说一个人他们家书很多 然后呢要五辆车来载 五辆车在古代来讲就算很多车了 所以如果你们家有一天在搬家的时候 小心 怎么怎么样 小朋友没有关系 因为现场刚好安安姐姐走过去 结果去踢到电线 要小心 学富5G呢 就是我讲了 你们如果有一天在搬家 然后你们请搬家公司的车子 结果一口气五台车都搬你们家的书 哇那你应该也很有学问 你说老师 那个书很多就代表很有学问吗 通常家里会买书的人啊 就是表示说你们家应该很爱看书 才会去买那个书 对不对 那当然现在因为图书馆很方便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去用借的 那就是形容人很有学问 好 然后再来一个比较特别 来我们先看第四个 收跟放 它右边都是扑布 左边长的不一样 这两个字比较不会弄混条 福记的福跟这个篇福 篇福就是形容 例如说你写一篇作文 那你写长写短 那个就叫做篇福 那个叫不修篇福 不修篇福就是形容说 有一个人他不注重他的打扮 例如说头发也都没有梳整齐 然后衣服也都没有穿得很好 就是没有穿得很整齐 不修蝙蝠 那不修蝙蝠不一定是不好的意思 因为在古代里头有很多人 其实他不注重他的服装 仪容 可是他是很有学问的人 所以不修蝙蝠不一定是不好的意思 好 张凯成你的麦克风要关掉 然后地跟地 这两个地是不一样 这第一名的地 这是弟弟的地 这样子 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一页难的东西没有很多 比较难的语词老师 刚刚都有解释过了 然后文德的同学你可以先准备一下 第十课的听写 来翻新普来 好新普来 新普的小朋友看一下 这个一字多音 我上次在讲文德的时候就讲过了 对奇怪的棋跟基数的基 奇怪的棋跟基数的基 好有两个读音 好 再来呢 短语练习的地方 我现在要问了 请问张凯成 玩风车的小女孩 这个玩是什么词 那面老师有讲有名词啊 有动词 你告诉他是动词很好 来黄玉云 风车是名词还动词 不到名词 名词很好 这里我上面有稍微写 但是我写的是国字 来李庭佑 小女孩是什么词 只要是一个人名或一个东西 可以喊得出名字的 他就叫名词 所以李庭佑小女孩是什么词 名词 玩风车的小女孩 就是动作 然后名词 然后名词 所以我就说 种稻米的老爷爷 踢足球的小朋友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谁有想到再一个句子给我 可以自己造一句的 可以举手 朱胜强有在上课吗 有 我讲到哪里你有跟到吗 再讲一次要一个动作 好 好 春伟举手了 春伟来你照给我 看白云的小弟弟 很好 大家给黄澄伟拍拍手 来我帮黄澄伟加一分 这是新谱的题目 但是文德同学一起动脑筋 而且要完全讲正确 一个动作 一个名词 然后再一个名词 看白云的小弟弟可以哦 好 再来 第二个三角形 一朵朵小花 一朵朵是单位量词 就是一个单位 然后要有叠字词 一朵朵小花 小花是名词 小花是名词 好 然后这边举例就一件件衣服 一本很好 那老师跟你讲一下 这个地方中间可以加诸哦 一张 对 等一下 我还没问问题 我还没问 我还没有问 先手放下来 我还在讲解 一朵朵小花 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加的 一朵朵的小花 一件件衣服 一颗颗苹果 这个都可以 好 那这边有这种吗 但是因为他在这里 他没有加的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正常是有加的 好 赖一山举手举很久 来赖一山你讲一句 一颗苹果 一颗苹果 很好 好 这一题很简单 我只有问一次而已 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 下面这一题 哥哥把夜市里的摊位都走遍了 哥哥把夜市里的摊位都走遍 什么意思 哥哥是一个名词 一个代名词 把夜市 夜市就是一个地方 摊位就是名词 夜市有什么东西 有摊子 很多摊子 都走遍了 就是说他每一摊都走过去一遍 好 那他的这边的造句是 姐姐把书柜上的小说都看完了 这一题有稍微长一点 好 来谁可以造一句给我 类似的 好 黄云云举手来 云云说 妹妹把桌上的食物都吃完了 好 吃完了 好可以 有妹妹把桌上 桌上是一个地方 妹妹把桌上的 然后什么东西 食物都吃完了 很好 云云加一分 赖衣山还有黄辰伟 刚刚都有回答 都各加一分 好 造句怎么还 比较没有问题 但他一定是疑问句 你们看看 这么晚了 爸爸怎么还没有回到家呢 会担心嘛 对不对 怎么还 或是说 上课终身想了 小明怎么还 没有进教室呢 我打问号 这样子 大惊小怪 是一个成语 是从怪这个字 延伸出来的一个成语 形容一些 为不足道 不足为奇的小事 而过分声张 精怪了 好 我只是有点擦伤 擦擦药 就没事了 你们为什么 如此大惊小怪 什么时候 还会有大惊小怪的事 什么时候 举例 可以举一个例子 什么时候 想一下 黄诚文要说吗 好 单凯诚举手 凯诚什么时候 会大惊小怪 饭粒掉到地上 我只是不小心 把饭粒掉到地上 捡起来就好了 你们为什么 如此大惊小怪 对哦 我也觉得 他就是小事一件而已 但曾俊凯也在笑了 对不对 对 我们吃饭的时候 常常都有小朋友 会掉饭粒 就捡起来就好了 老师也不会大惊小怪 好来 文德心谱都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 考听写 来把白纸准备好 把白纸准备好 然后也把你的笔准备好 你们一边写 老师也一边写 好我们给他对答案 好 好准备了 先把镜头关掉 等一下会公布答案 来第一题 请新浦的同学写 睡觉的睡 好 文德的同学写 风针的针 慢慢写 因为妹妹老师要写两个年级的两个班级的 所以妹妹老师会写比你们慢 所以我写好你们就要写好 写好的同学请你把它放到镜头前面我看一下 如果你不会写的 你不会写的你就看我了 刚才再说一次 好 新浦是睡觉的睡 文德是风针的针 好 蓝色是新浦的 红色是文德的 好来 我看一下我说过关的再放下 都放到镜头前面 阿婷记得非常清楚 很好 阿婷过关 张凯诚过关 赖宜山过关 好 蔡和宇过关 非常好 李婷又过关 黄云我还没看清楚你的 我看一下 再往上 黄云往上 好可以 很好 我黄云还帮我加了注音 我今天只有考国字 所以你没有写注音没有关系 好 黄辰伟 好 辰伟再往前 再往前 你看那个苏盛祥的就很大一个老师就看了 很高 可以 黄辰伟可以 陈俊凯 你的呢 很好 你们看陈一杰的也很清楚 一杰你再往前给大家看 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用彩色笔 因为美美老师在安静卖都用彩色笔 写给你们看 对不对 就很清楚 好 好 你姐可以哦 曾经凯 老师没有看到你的 我有看到你的本质有一格一狠一狠的 好 除非的没有办法开镜头没有关系 有没有谁的我还没有看到 吴湘姐的我还没有看到 湘姐有在吗 哇 他该不会从刚下课到现在都还没回到位置 叮咚叮咚吴湘湘姐 好 再来哦 准备第二题咯 第二题老师关镜头 请出题 好 第二题呢 老师要出的是 新补的睡觉的叫 文德是去为的去 慢慢写 一样不用写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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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写好了一样放到镜头前面 非常好你看你们真的好聪明 马上去换笔来写给我看 非常好 很好我等一下叫那个从头到尾都很棒的来出题目了哦 音乐你可以吗 慢慢来老师等你哦 曾俊凯 我有看到你睡觉的睡跟觉都出来了很好 上个礼拜我们还没有停课之前的小朋友这个地方会没有黏住 这个地方 我有讲哦 那个文德你们也有这个字嘛 要黏住 好 那个艾伯老师你帮我传个line问一下无相结 对有没有在线上 因为他镜头关着我一直不太知道他的状况 对谢谢你帮我联络一下 好 很好大家都可以放下来了 好第三题我要派新浦的赖衣衫来出新浦的 然后文德的黄承维来出文德的 好可以好你们一边出老师也一边跟着你们考 好情 你要出情哪一个情你要告诉大家 心情的情对不对 对 好感情的情好好 世界的界 新浦要赖衣衫你要出什么字 世界的界 你们听得清楚吗再一遍 世界的界 世界的界 对世界的界 好 听不清楚的我有再附送一遍了 心浦世界的界 我有编写 如果真的不会写的 你就看着妹妹老师这边也可以跟着写 好世界的界 上次我讲一个事情 你想讲一个 好 曾静凯我一定要看你世界的界写对 还写错 因为上次你那个界给我乱写 对不对 我看你有没有感进 好 来我念到名字可以放下 黄成为可以过关 张凯成过关 蔡婷过关 蔡婷过关 蔡和宇过关 蔡婷过关 很棒 李婷又过关 賴衣衫过关 好 朱顺祥过关 然后陈一姐过关 好现在你固定好 好 你要写的是世界的界 你再写一个界给我 情是那个文德的 没关系 你写得很好 黄玉云过关 好 曾俊凯你可不可以换一支笔 因为你的颜色太淡了 你再换一个颜色的笔 跟妹妹老师一样 要嘛就红色要嘛就蓝色 就很清楚 你们尽量不要拿黄色 因为黄色很不清楚 对老师等你 因为我要看曾俊凯的界 上次我有讲这个界 有没有 我说好像一个人很漂亮 把两只手撑开 然后两只脚在跳舞这样子 切好 好下一题 最后一题咯 我们今天总共只有考五题 四题的嘛 对不对 第五题给文德的蔡婷来出 然后欣甫给黄俊晏来出 燕燕你帮我们出一题 阿婷来你要出文德的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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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的足吗 还是要球 足球 你要球对不对 足球的球 足球的球 好 那我讲的是要出第十课 哦 你们写得出来吗 然后文德是阿婷阿婷你出 那个燕燕你要不要看一下第十课的课本 有出试 试哪一个试 第十课的试 每件试的试吗 试情的试吗 哦 你们每件试的试写得出来吗 可以哦 好那你们写没关系 因为有的字是认读字 阿婷已经写好了 好妙妙老师也来跟着你们写 好欣甫也可以看一下文德的哈 然后那个我们给黄俊燕再一下时间 黄俊燕我要考的是第十课的试哦 那是第九课的试 第十课 对 你可以出第十课的试 好这个试是文德的试 上学的试 上学放学的试哦 好 你们可以吗 欣甫要不要学学看 有教过 嗯有教过 嗯有教过 对有教过 有教过 学跟教很像对不对 好 学跟教很像对不对 好 吴翔姐不曉得怎么了 一直都没有开镜头 王成为过关 张凯诚 你的学一开始没有写对 现在后来改了 很棒 凯诚也过关 蔡婷呢 蔡婷也过关 蔡和宇也过关 曾俊凯我看看 曾俊凯 好我知道 我看到了 好 俊凯过关 苏盛祥也过关 赖宜山很棒 赖宜山也过关 李庭佑也过关 陈一姐也过关 黄俊叶也过关 黄玉云也过关 很棒 非常好 老师给你们拍拍手 因为呢 不好意思 我是一个一个照我镜头上面的顺序念的 所以你如果说老师为什么我被念比较后面 因为老师的镜头 排起来 你就是那样顺序 所以没有什么前后 只是老师要一个一个对 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电子书的部分 我想一下 二年级进来了跟着听没关系 二年级有人提早进来 吴湘洁有问我一个问题 他糟糕 可是他人现在没有在线上 他妈妈有在问说明天要不要早一点上课 老师都可以啊 问题是我怕你们学校明天要上到4点 来我一个一个问 你们镜头都先打开一下好了 来老师先跟你们讲一下话 我先确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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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只要上半天 是啊 文德明天上半天 问题心浦呢 心浦明天上到下午4点的举手 等一下 雲雨你们会上到最后一节课吗 对 所以好 那我 我看一下 一节你们呢 你们明天也是上到4点才下课吗 不知道 不是 賴衣扇你们上到几点 这样好了 应该会上到4点吧 我觉得会上到4点 因为明天 我们明天礼拜二 我排的就是要让你们 上来问功课 明天没有排评量的进度 然后如果你们都没有要问功课 我就会帮你们讲那个习坐的部分 但明天比较麻烦 是跟平常的周二都一样 就是你们一回来 例如说4点 王主委你去按到我的麦克风 奇怪 你刚刚有动什么按键吗 你把我的麦克风关掉 你们尽量不要乱按 不小心的老师想应该不是 因为我看你的表情不像调皮的样子 再讲一次 明天礼拜二 然后你们4点钟下课回来 老师现在在想 就是说要不要帮一年级的小朋友把课题早一点 不然一年级二年级明天是全部都在一个同样的时间 那我们明天虽然没有平良的东西 可是我怕你们的那个时间这样子也会很乱 但是要移哪一个年级移到后面呢 我想都没有人要移到后面 因为麦麦老师从4点半帮你们上到5点半 明天礼拜二嘛 那4点半到5点半如果还要再晚 就是5点半到6点半 那我都可以我时间都可以 可是有的小朋友就说我肚子饿 我要去吃饭了对不对 所以明天一年级的小朋友 如果你时间可以的话 你就早一点上来 我3点半明天就会开教室了 所以一年级小朋友可以早一点上来 如果不行 所以说3点半就可以来了 对我明天会发通知 明天会发通知 再讲一遍 如果你3点半有空你就先上来 然后3点半到4点半这段时间 我们就讲一年级 那一年级讲完了 4点半到5点半 就是原来的时间 我就会讲二年级 那万一你一年级太晚上来 你说老师可是我还有问题要问 那也没有关系 那老师就5点半之后再继续教你 我时间都OK 我都可以帮你们 那只是怕你们太晚 自己肚子饿这样子 云云肚子饿了对不对 云云在吃东西了 好我要继续分享 还没有晚还没有下课 看一下 这样可以 吴翔姐 要课条早一点 就是他人不见了 上线挂在那边 有联络妈妈了 下次上课不可以这样 就是镜头关掉然后人不见 那老师也没办法去你们家找你 对不对 好 来请你们呢 稍微看一下这个地方 美麦老师分享一下 好 看一下 这是那个景里的小青蛙这一课 这是那个新浦的习作 那呃这个你们不会的可以查那个课本嘛 对不对 可以看国事注意 那这一大题我们要复习的是这一大题 这一大题呢就是一字多音 衣柜里的衣服几乎都是姐姐的 这样有看得到 只有几件是我的 下次我们这个礼拜还会再早一天考考试 然后就会考这种多音字 刚刚是都考国字而已 下次会考这种多音 多音就是说会考这个字的不同注音 我睡了五觉后 感觉精神百倍 五觉跟觉 他分不清楚 东西南北 东南西北 怎么出去买东西 记得 东南西北是念西 可是买东西当一个名词的时候就是 亲生 标点符号刚刚我们有复习到了 逗号巨号问号惊叹号 这个地方 小青蛙从来没有离开过水井 有一天逗号 小青蛙在井底休息 突然看到天空中布满了星星 他心想天空真美呀 惊叹号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上次也有教这个除了的这一题 公园里除了妹妹在放风筝 其他人都在跑步 我要问的是第十一课 吃星星的小鸭子刚教而已 有人在写习坐了吗 有没有 还没有 那如果有不会写的要讲 张凯诚有写 你先写的吧 王悠云你没有写这一课 我们老师还没 我们老师教第十一课 只是还没写习坐第十一课 对对对 习坐通常都最后才会写 所以没有关系 你们习坐如果不会写 我上课的时候都可以问 再讲一遍 我们上课的时候都是先问学校功课 然后妙妙老师再上课 然后最后有多的时间 我会再考一个小考试 就这样 今天都很棒 全部的小朋友 除了刚刚有回答问题的人加分之外 其他人老师也都有再加一次分数 那有回答的人 你就是加到两次分数 好 那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听好 等一下四点半要上英文 今天是礼拜一 那一年级的小朋友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拜拜 好 拜拜 妈妈老师拜拜 妈妈老师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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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